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人贾经文与修杰凯结婚两年 6号为了庆祝对方的生日 贾经文悄悄准备惊喜 送上精心设计的花朵盆栽 甜甜祝福 老爷生日快乐 果然让老公感动不已 3月6号是修杰凯34岁生日 贾经文为了给老公惊喜 准备了一个犹如金钟罩顶的干燥花盆栽 特别的造型隐含着感谢 如同你守护我们全家人的保护罩 谢谢用心的修老爷 贾经文笑说 这是第一次送花给男生 猜测双异宗的修杰凯应该会很喜欢 果然对方的反应就跟他想象的一样好 只是被嫌卡片没有用手写 不过夫妻俩还是度过感动的生日夜 贾经文偷偷拍下老公在蛋糕前面许愿的模样 祝福你必然许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度过幸福生日的修杰凯 在6号深夜也特别PO出照片 感谢家人朋友妻女送上的祝福 又大了一岁 老愿望每年都一样 祝福我身旁的家人朋友们都能健康快乐平安顺心 也最贴谢谢老婆贴心的礼物